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 这位银牌的主人 有请许洪志 欢迎 许洪志在短道塑滑 男子五百米的赛道上 力压强敌夺得冠军 夺冠后的许洪志 双眼布满泪水 向着国旗进入一个军礼 短道塑滑 那就是非常刺激 我们老看就是基本上是 瘦瘦瘦这样过 对吧 对 人还特别多 像这种完全不太会滑冰的朋友 一来就短道塑滑可以吗 有点难 会摔吗 短道塑滑是最困难的项目 也不算吗 还是比较困难 在冬季项目里还算比较困难 哦 一直在冬季项目里 哈哈哈 嗯 因为冬季项目里 冬季项目里 还算比较困难 是 可以 我说 那是 给 God 家众 无劳 Ε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